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通俄门调查持续进行中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 愿意接受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 Robert Mueller审讯也愿意发誓作证 综合外媒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森 Jeff Sessions 已在上周接受特别调查小组约谈 川普今天在白宫受访时也表示 愿意接受特别调查小组的问话 并声称他很期待 因为从没有通俄这件事 也没有妨碍司法的事 川普甚至表示 我绝对愿意发誓作证 不过他同时也表示 将听从自己律师团队的建议 另有华府消息人士指出 川普的律师以周穆勒审讯川普的时间 和规模进行协商 志无穆勒和特别调查小组 是否会公平对待 川普回应 到时候就会知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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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时候就会知道了